我们又回到O记实陆 阿通在这里 还有杨咩和宝哥 之前我们休息 之前说到 搜过很多地方 搜过了 其实这些不清楚 因为你们在现场工作 知道整十几个地方 都看过 没了料到 相信都是回大陆 离开了香港 其实是否一离开香港 或者我们有一些线布 可以做到事 或者有别的地方 部门配合我们 其实我们警察部有一个叫LB Nation Bureau 即是国际刑警 所谓国际刑警 与周边全世界有国际刑警的国家 都有联系 当时这件案件这么轰动 其实就不是仅仅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通知澳门 大陆或者附近的地方 看看他会否去泰国 柬埔寨 其他地方 所以就把这些资料散发出去 尤其是国内 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当时为什么会 怀疑回国内 因为有部分的刑警 他所说的口音 是带少了大陆口音 所以大陆那方面 就比较注重一点 通常来说LB就会和大陆那方面联络 大陆也都要找的人 要找的资料也都会给我们香港警方 香港也都经常有相当的联系 和他们上高 即是大家 比如不同地方的国际刑警 大家都会定期交流一些消息 通緝人士 或者最近有什么热门 可能是走私 军火之旅 大家都要留意单位的意思 没错 例如很多时候 我们也有听到 就是一个省港澳联盟的大行动 大家定期 约定一个时间 比如打击一些犯罪集团 又打击一些黑社会分子 或者整天看报纸都有 我们是97后 97后 多一些 报纸的数和行动 可能深圳数源 没多久香港就知道有些查牌 大家都一起有一个共识 一起去做这些行动 大家都有公布 拘捕了多少人 香港拘捕了多少 澳门拘捕了多少 大陆拘捕了多少 宝哥说得对 97后就特别多这些数字 弄到它漂亮一漂亮 可能这样 其实有些通緝犯 大家都会互相交流的资料 其实通过了LB 不是只是通过LB 香港警方 都是除了市民提供的资料 以及有信息 我们都向很多方面去调查 包括有些著名的拆匪 或者是有没有最近放监 或者以前是做过大案件 其实不是像外面那样看 做戏那么简单 我们是做很多很多事情 慢慢抽屎抹减去做 初步都找不到什么头水 其实就是透过了LB之后 就将残的形状 有关残的资料 就交给大陆那方面 其实案发之后没多久 相信是这帮责人 其中的部分残 因为他们是很凶狠的 他在大陆那方面 可能是过关的时候 就和公安相遇 相信发生过枪战 还有在大陆杀了公安 换句话说 逃回大陆的时候 不管他在什么水路也好 陆路也好 就被公安可能相遇到 撞到的 或者被他知道这个目标 就曾经发生过枪战 相信是在火车站那里 结果有公安很不幸 就残职 所以国内会更加着重这件案件 如果这么说 其实国内也很紧张这件案件 国内也很帮忙 他们也四出偵查这件案件 但是很奇怪 这件案件没有多久之后 就是因为相信 当时我们在香港调查的时候 在一个单位发现到有些血迹 也有些血液 很相信有贼匪受了伤 受了伤 上高都密切留意着 例如有没有医院 有没有其他诊所 或者发现到有些受枪伤的人 所以疑犯就是不敢去看医生 不敢去看医生 其实这五个疑犯 其中一个疑犯 其实我们知道 他叫做唐乳章 其实他伸中很多枪 不是一粒子弹 可能是散弹枪 散弹枪一打出去 很多伤口 他未必是致命 但是很多伤口是流血的 所以他就不敢去看医生 不敢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一看到这些是枪伤 知道枪伤 就是可疑的 但是在上面那些药物 可能你知道 都不是那么顺上高的药物 所以其中一个疑匪 他叫做范慧明 他就帮他走回来香港 因为当时都没有确实到 这些疑犯的身份和姓名 他来香港就帮他买药 买一些消炎药 你最要的消炎药 止痛药 还有洗伤口 消炎药水 崩带 沙布 最基本的急割用品 还有那些钳 工具 比如不是很深的 散弹枪那些 表皮那些 可以自己来做 自己做买医生 这个就是范慧明 就来这里买药 是的 但是这个范慧明买药 之后回到大陆 回到大陆过境时 就已经被上高大陆公安抓了 哦 其实呢 就是 为什么公安会这么好事呢 会知道了他是 这宗结案的疑犯呢 原来就是因为 其中一个疑犯 那个叫李金辉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恐怖 还有暴躁的 那也都有可能怀疑他 真的跟这个金辉 结案很简单 为了去找妓女 为了争拗少少价钱 而开枪散的 那这个人呢 他就很暴躁很暴躁 就说这个 中枪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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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玉璋 唐玉璋 唐玉璋就没什么用的 走就走不聪明 又要被人开枪 打伤了又行 又会陀害其他人 那唐玉璋呢 就害怕了 就想想 咦 以前试过 好像中信标行那件事 那宝哥你知道了 那件事究竟 你说说吧 因为他真是 赤赤赤 唐玉璋 可能会被李金辉 杀死 就去想想 因为其实 这个唐玉璋是香港人 所以他知道 中信标行那件事 就是中信标行 他曾经有试过 就是逃走的时候 他有一个材人 就受了枪伤 受了枪伤 他同党就觉得 他都是医不回 反而怕拖累了他 拖累了他 即时就开枪 就杀死同党 好像还烧了尸 在车里 在车里 烧了尸 好了 杀案件讲到这里 出现了几个人名 或者我就撮摇一下 重复一下他们的关系 或者他们属于大陆人 因为是香港人 首先在上面 就有个大陆人的头目 叫李金辉 他因为很凶狠 就包括怀疑金伦案件那宗 杀马懒的keeper 跟他有份 以及水兴麻将馆里面 可能开枪乱禁杀人的一个 就是这个李金辉 就是他是大陆人 在大陆里面的头目 而手下拍着他找食 就包括有 岑伟雄 以及范伟明 这两个也是根据他的大陆人 至于香港这边做游戏的 就是叫做 王建伟 香港人的头目 另外还有一个 唐宇章 也是香港人的 之前说大陆人的 李金辉 精神情绪 很大问题 就是骂这个香港人 唐宇章 就说你没用 搞到吹吹流 搞到这么大单杀人 手软 搞到现在我们 王杀我们怎么走 就常常想追杀 这个唐宇章 事后唐宇章就害怕了 就说死了 如果真的 黏起上来的李金辉 杀了我怎么办 于是就是报公安 所以整宗的 案件的事 就把人名都走出来了 如果唐宇章 不将这些消息公布出来 就没那么快知道 这几个就是疑匪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说是水落石出 就查到人 但是我知道 当时抓了这几个 只是抓了四个 还有一个香港的王建伟 是抓不到他 可能他收到消息走了 对啊 他文风先顿 他又化妆又成 剪转 就躲到魏东那边 其实要很久才找到他 当时这四个被大陆抓了之后 其实这件案件发生 其实是在香港 但是他为什么不会 将他带回来香港 因为香港和大陆都没有引渡调例 没有引渡调例 再加上就是因为 他们曾经在大陆杀了公安 在大陆就犯了很严重的案件 所以他们最后知道 这三个就是李金辉 李金辉 岑伟雄 范伟明 这三个人就在上高被枪决 判了死刑 至于那个做善人 常说被人杀的那个很害怕的 唐宇章 唐宇章 那他其实就 应该就是没有被判死刑的 可能是终身监禁 无忌讨 但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是的 就是我们的第一手资料就知道 因为同报纸就说 他们五名刊匪都全部处决 其实应该相信 判他们的可能会在大陆 不知道是否做了污点截 证人之类 是的 他就试试没事的 好了 刚才说回那个黄建伟 因为当时走了文峰仙顿 但是就在七年之后 亦都被公安被捕 抓了 是的 他当时很辰转 他不是即时去的 辰转地走了去惠东那边 在惠东那边就隐居 又不剃粗 将自己很易容 变得好像整个胡桑佬 没有人知道他是这么凶狠 没有人知道 香港是一个贼手令 在那里隐居了很久 七年之后 你知道杀人是天网灰灰的 疏而不留 疏而不留 最后都是被公安查出 那天早上 公安都是如临大敌地去抓他 最后都是在大陆乘之于法流 就处缺了 是的 就是这样 好像刚才说的那些伤者 杨美宝哥 你们知道麻雀馆里面有人受伤 有些其实就有些东西 救到自己逃过大难 好事 枪打无命的人 其中有个五十多岁的雀友 他在麻雀馆里面 他觉得右边大腿痛 可能枪伤 可能枪伤 他去了看医生 医生看他检查过后 只是拆箱 皮外箱 但是很奇怪 在右边的裤袋里面 有一粒子弹头 有一粒子弹头 但是当时来说 子弹没理由打到大腿 一定会穿过 没错 原来他右边的裤袋 代了几个两元硬币 你摸出来看看 原来硬币打凹了 所以这些就是很幸运 他真的 硬币救了他 对,救回他 硬币不知道会否是英女王头 可能英女王头也不顶 有时真的生死有名 富贵有天 就是这样的意思 匪徒都成之于法 亦处决了 是的 其实在这些案件 是省港骑兵 不是说只是香港 亦不是说只是大陆 他这班人的背景 相信大陆那几个 都曾经受过军份 所以他们使用枪械 和手榴弹 而且他知道好东西 是找到这么强烈的军火 有些来源 但他知道那些来源在哪里 没错 因为如果你不是做过军事常识 即是未必各个插支枪 可以知道如何移弹入弹 可能他自然做军人 那时已经收起了这些东西 没错 自己已经放了一些东西 即将来 旁新 旁新也好 打算用来纪念也好 或者真的有事做也好 我知道 那时AK47年代 尼敦渡的那段片 真的重要 即是扎过公字马 那时就说 怀疑那个就是叶继欢 在那个企政 如何打完劫出来 那个姿势 香港的警察 或者 德帅不好意思 或者真的受过军份 都没有站得这么刑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受过军份 没错 而且他也是好东西 他运来香港 将这些重型的军火运来香港 他也有途径运来 没错 我相信都是大飞 是的 大飞 那时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 我很记得 那些大飞运的走私电器 等等 个个都练到盆满盆满盆 我听到那时 那些在乡村那些地方 即是可能大埔 某些村落 那些婆婆在外面打麻雀 就是做一个天文台 又或者那些小孩子 在外面踩单车 就是用来盯着你们的海关 水景 看看有没有上来监兜 那些村子 某些地方 找到盆满盆满 那些小孩子 历史几千元一封 真的不说得笑 真的不奇怪 我90年代的时候 上面喜欢大王冠车 上一届也十万 没有了 如果你的车 比上高的人看中了 你一定没有了 很快脆 好像他们订单 放一个名单 要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麻烦你帮我找这些车 转头就会收到这些车 我在O記的时候 也曾经做不少这些 因为我们是去放一些所谓OP位 半夜三更在那些 我们最喜欢的 农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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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踩给你灯 那一架灯就亮了 他们就是慢油慢油 往前退后 完全不用加重 要不然加重 就加重 真的好 他们好 通常我们放了OP位 都是捉不到人 因为他走得太快 是 我们最多只收拾车 他一吊下去 我们就立刻农苦灯 他就立刻大飞走 人去留空 曾经有个香港的偷车高手 是香港的 他专门负偷灵智 灵智 他需要被抓到去坐牢 灵智 那些职员高层 找人去探访他 要求他找回技术 如何偷 自破我灵智的所胆 等于电影《沉默的羔羊》 那些警务人员可能 求回那个杀人兇手 或者那个联盒杀手 你有什么点 或者什么线索 你这么聪明 很聪明 虽然说这些东西 绝对当然是犯法 但是他很转研这些东西 如果他将他的知识 放在正途方面 就很好了 但是通常 很多时候这些人 他很聪明 但是他走歪了路 我也亲身试试了一次 捉到他之后 你示范一次给他看 只要普通的入管车 他只是用个铁车 在一个安全键 那个滴柜的路缩 插两插 他就打上来 可以的 都不用30秒 以前做案件都见过 士丹 他如何踏车 其实演戏的那些 两条电线 当然就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有少少辅助工具 但是他真的拆出来 一踏踏 那辆车就会上去 真的不能你不服 他们有办法 好 那些东西真的 他有他的本事 如果他仍在正途方面 就会好 对 原来说得对 那是不同的去向 是的 那时至今日 那个瑞英麻雀馆 仍然都是香港第一位 的麻雀馆 今时今日都是龙头大哥 今时今日都是龙头大哥 但是他事隔几年之后 都隔了很久 他也被人打击一次 是吗 因为他每天的钱 因为全部都是现钱多 他每天都是分不同时间 不同的职员 把那些钱存入银行 但是好像这宗案发生 十几年之后 曾经也试过两个职员 出去给那些 相信是越南仔 那些越南帮 枯颈 就抢了几万人 存入银行的钱 如果比起之前这宗 二百多万 是的 还有那个手法性 这些真是算了 你出声吧 我给你了 你没有搞一会儿 煩到我了 小毛见大毛 是的 好了 今天真的有多谢 宝哥 和杨咩 两位提供这么精彩 第一身的消息 讲述这宗 这么冷血的 麻雀馆劫杀案 在此也要讲讲声明 虽然我们三个都是曾经服务过警队 但是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所见所闻 以不影响警务人员前线 或者一些调查工作为准 因为我们这些保密的东西 有些我们不能说 是我们会飞去的 多谢听众继续支持我们 是的 尽我们的记忆来 说出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还有给一个 正确的答案给你们 是 我们都希望将我们在警察部这几十年 所见所闻 尽量所知 提供给各位听众 好 多谢两位 再提醒大家 Facebook 我们O记实陆的Facebook 在D18主页里面 你见到 卡进去里面 找到我们的专页 大家记得 如果未给 就给我们个赞 另外还有 之前说收到一些人的意见 很多谢各位 如果对今集 或将来想听什么案件 我们有没有接触过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